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好 三十个人吗 晚上好 早上还是晚上好 早上为什么呢 早上好 就是早上那个什么 珍珠早上 早上好嘛 我们晚上好是晚上要睡觉了 你们要去睡觉了 不要啊 ok 那我来 介绍这位 祥师 这位祥师是 我们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 从 冰城来的 ok 那他是一个营养师 就是毕业从这个地方 叫 UCSI 是在 OK 就是说他 就是专门读营养 那 现在他是在 在学着说那个 自 自乱疗法 就是说 学着那种 aroma therapy 是说 我们的精油 他刚刚 我刚刚跟他 讲了一下子 等一下 他会跟你解释 他在做什么东西 那还有是个东西叫什么 are you veda 还有是 有学那个 中医 一点点中医 他学了很多东西 那 这位 很漂亮的一个 女生 我们要给他什么东西 掌声 不要这么大 不要这么小声 更多小声 大声 okok 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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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们介绍 这位讲师今晚的就是 瑶 優 楚沛 小姐 掌声 各位 掌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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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苏打烟 我是储配 从Binang 我是读食品科学跟营养学的 什么是食品科学 就是工厂做的食物啊 怎样的process啊 这些我都会比较了解咯 所以我会跟你们等一下分析 讲说工厂的食物是怎样的 然后过后 他对我们身体到底是什么 虽然是从工厂做出来的食物 但是他是安全的吗 健康的吗 营养的吗 我会跟你们稍微透露一些些里面的内幕 那么我也是有接触一些营养学 那么毕业过后呢 我就有进了一个公司当任营养师 过后出来有接触一些自然疗法 Aromatherapy 大家知道什么是Aromatherapy吗 方向疗法 方向疗法 大家认为是香香的 就是可以让你睡觉住眠这样子 那么其实方向疗法不只是让你睡觉跟住眠 那么其实这个金油笔 大家有没有这支金油笔 没有吗 大家会跟你们讲还有生气的功效 然后过后还有就是去学了一些中医 还有就是Ayurveda 那么我学了这么多呢 我发现到其实植物油这个东西 不只是影响到我们的生理层面 但是我们的心灵层面 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那么等一下我也是可以跟你们一些分享跟讲解 那么这是之前我跟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包管他们合作的一个巡回的讲座 那么在进入的时候呢 好好想问看这里是谁是第一次来的 举手一下会有一个小礼物给你们哦 举手一下 好如果是第一次来的话呢 这位Anthony哥哥会分给你们一个小礼物 可以出来拿那个小礼物 但是你们拿了不要先走啊 还是要听我讲先 哈哈哈 OK 啊就站在原地哦 我们来拍一个照 哇 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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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有没有拍照 你要拍照 我还有拍照啊 搞错 拍了拍照 拍了拍照 她没有她 她也有不够分 不够分 不够分 她有谁 她有谁 我刚才记得还要有 還有一位? 還有嗎? 我沒有 一起來 你比較高的可以站後面嗎? 比較高的站後面嗎,因為看不到他們的 你站在後面 那么在开始进入油的主题之前呢 我有一个一小段话想要给你们有一些反思跟思考 我们来看这一段话 它是来自叫做《一本你有能力改变未来》 是一个Raymond Gage他所写的书 那么这本书主要的内容 还要传达的是这一个 人们把自己的健康交给医生 把孩子交给学校制度 金钱交给银行 把灵魂交给神职人员 因而失去了掌控生命的能力 这一句话你们有说到你们的心脏吗 有吗 有啊 就觉得impact很大 那么其实呢 大家有一些想法吗 看了这个话过后 有吗 我们把自己的健康交给医生 我们生了一点小病 我们就要去看医生 我们怕孩子交不好 放去安静办给他补息 让他变聪明 让他变乖这样子 然后我们怕我们钱很多 放在银行 放在自己的口袋不安全 就放在银行 有利息赚 这样好像很不错哦 但是又把你会 我们会为什么会去求神拜佛 有一个宗教信仰是因为要有一个心灵的寄托 但是为什么你会寻求这些呢 这些就是因为你恐惧跟不安 那么这些下来你把这些我们其实 对我们生命很重要的东西都丢出去给别人去掌控 那么你留什么东西给自己 你有发现到吗 你们留 就是发现到其实留下的只有恐惧跟不安 对吗 那么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东西自己抓回来 那么其实你们现在 今天坐在这里的 是不是想要把自己的健康找回来 所以才会来听 是吗 这样给自己一个小小的鼓励哦 那么其实呢 这句话我听 我看到的时候呢 我觉得很有很大的一个 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第一句话 它就可以就已经说到我的心脏了 为什么 因为呢 我就是从小 就是把自己的健康交给医生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生病 一直肚子痛 那么有一次的时候呢 我发现到我的肚子痛是 不知道为什么什么原因的 长达了大概有一年之久 他时不时的在一直捉弄我 好像一直困扰着我 那么我就觉得 是不是身体生了什么东西 让他痛 那么呢 我就去看医生 我从General看到专科 专科从那种泌尿科 看到妇产科 都check不出原因 过后有一次痛到我不能顶 我一直弯 我直接弯腰 过后呢 我自己驾车去看医生的时候 然后医生就讲说 哦 你可以 你要去做场劲 我这样年轻要去做场劲 来找到那个问题 说 哎 为什么我会肚子痛 因为到现在找不到原因 我大概整大半年 我都吃antibiotic 然后这个痛呢 也让我感觉恐惧跟不安 我怕说 有一天 是不是我的肚子生了什么东西 那么其实我做了那个场劲过后呢 就是我看了这么多个医生 医生都会问回我 没有事啊 吃了这样多antibiotic 我刚才讲还是痛我 他们这些医生就问回我 你这样你的 你为什么觉得会痛呢 因为找不出原因 我做的场景也很漂亮 那么他们只会给我止痛药 那么我觉得说 哇 这样子很辛苦耶 过后呢 我就决定说 把自己的健康的能力找回来 我就渐渐的去相信我自己 然后我从饮食上面有改变啊 尤其是我的心灵层面去做一个清洗 那么我的肚子痛真的会已经不见了 所以我就渐渐的把自己的健康找回来 就不是丢给医生 让他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希望这个小小故事 给你们一些些启示这样子 那么呢 首先是来介绍我们雨薇的公司 雨薇呢 是在2016年在新加坡成立的 这个Malvin呢 他跟他的团队呢 就发现了印加果油的好处 那么其实大家其实有听过印加果这个 这个植物吗 没有嘛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不懂印加果 那么你们听到的植物油 时常听到的植物油是什么 比较在你们一想到就会联想到的 橄榄油嘛 因为为什么呢 为什么橄榄油会在你们印象中这么深刻呢 因为广告 然后那种欧美的那些新闻 他们一直强调说橄榄油很好很好 很好 极好极好 但是呢 他们被炒 其实他们是被炒出来的 然后价格也越来越高 然后最近呢 也掺杂了一些 就是品质上面撑吃不起 你要找到一个好的橄榄油 也越来越难了 那么印加果油呢 是近几年被慢慢被大家发现了一个黄金植物油 那么它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去稍微了解 那么其实呢 植物油在其实是很多在原住民那边呢 就是外国的原住民他们很熟悉这个植物油 尤其是这个是在秘鲁那边 他们呢 是那时候印加果油是他们那一个时候的那个 他们那一个地区时常有的那个植物嘛 所以呢他们都用这个印加果来保养自己的身体 无论是他们发烧感嘛 或者是细菌感的时候 他们是用印加果油来疗愈自己的 所以慢慢呢 它被大家发现了 它就带来全世界给大家认识 所以呢 余威呢 就把这个带来 这里 就是东南亚栽质 在辽国那边 所以呢 它是用一个一种原生态的方式来种植 大家有 其实在原对原生态种植这个名词有什么概念呢 没有 你们知道organic嘛 知道嘛 对嘛 但其实它跟organic还是有一定的分别的 原生态的意思呢 就是它不去施肥 它是让它自然的生长 那么其实我很鼓励大家吃原生态种植的植物 还有产品 那么其实原生态种植是近几年呢 会被慢慢的去推广的一个种植的方式 它是用自然的方式 就是让这个植物呢 很自然的吸收当地土地的一些营养 还有一些日月精华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植物的能量是最好的 然后营养素也是很符合当下人们需要的一些营养素 所以呢 加上呢 也没有使用那些化学肥料啊 杀虫剂啊 所以呢 这个是其实我觉得它会比organic更好的一个栽质的方式 这个是它在曼谷的那个工厂 那么呢 这个就是有一位的生命的五大基础 这个信念原则 那就是健康仁爱 希望自由跟传承 那么其实这个信念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呢它有背后有那个意义在里面 然后我也希望说 不只是这个公司的信念 是要传承给大家 然后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一个信念 那么呢 在开始之前呢 我就问回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吃是为了什么 你们觉得你们每一天在吃东西是为了什么 保命 为了生存 对 这是每一次第一个人会想到的 为了生存 为了满足口福之欲 来犒赏我们自己 让我们心情比较好一点 还有就是 吃是为了健康嘛 但是其实你觉得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只是只有吃这么简单啊 没有嘛 那么你们有想过你们自己吃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吗 没有 没有想过 每天菜 巴萨买的菜从哪里来 巴萨买咯 是不是 然后 你吃的肉从哪里来 鸡蛋从哪里来 你们的油从哪里来 没有想过人家讲好就买哦 那其实我觉得说大家要知道说这些 这些东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很重要的 那么讲到说吃是为了健康 那么最近呢 有一个研究报告发现 吃其实是可以影响我们的思考模式 还有情绪的 这个研究报告呢 它是由120 它分析120个研究报告所做出的一个总结 它说 肠道的微生物群可影响宿主的进食模式 看起来 听起来好像很 好像很难懂 意思是说 我们肠道是不是有很多菌种 有好的也有坏的 对吗 那么其实这个好跟坏的 它会影响我们 今天要吃什么 所以你今天想要吃 Gabui 其实不是你想要吃 你知道吗 其实是你的这边大肠的那个菌种 在跟你讲 我今天想要吃Gabui 这样子 明白吗 那么其实 你知道了 其实为什么我们的大肠要这样子呢 因为大肠有分好跟坏 对吗 那么好的 它们彼此之间是不是要竞争 因为其实我们的肠道的菌种是一个 其实讲说小小 它是有几米连的那个肠菌在里面 那么好跟坏的 为了要繁殖跟竞争 它就会 要消灭对方 如果说我们吃坏的食物的话 谁赢 不好的食物的话 坏的赢 然后就会跟你讲 今天我要吃炸鸡 今天我要吃炸薯条 如果你的肠道里面是好的菌种的话 它就可以讲 早餐我要吃燕麦加优格 午餐的话呢 我要吃糙米饭加一些蔬菜还有鱼类的东西 那么其实呢 这个是比较有根据的一个研究报告是蛮确信的 那么如果我现在跟你讲说 原来我们的大肠要吃好的食物 要吃好的油的话呢 你是不是有那个意识了 有那个姿势了 对吗 我现在跟你讲 那么呢 如果我们有意识的去改变我们的饮食方式 就是你从健康的饮食开始 吃好的油 吃好的蔬菜 吃好的米饭 那么呢 你是不是可以控制你的肠道的生态 就是比较多好的菌种哦 那么你是不是就可以防治很多肥胖 那些一些慢性疾病啊 例如肥胖啊 糖尿病啊 甚至是胃肠道的肿瘤 如果我们形成这种很良心的循环的话呢 意思是你开始要主动嘛 因为你有意识啊 你就要开始主动的去吃这些健康的食物 你就会感到开心 是不是 因为我跟你说了嘛 肠道的菌种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你吃好的食物了 你就会感到开心 你才获得真正的健康 所以你听到这个研究报告了 你是不是要开始主动吃好的东西 是吗 那么也就是要主动开始吃好的油 那么其实呢 讲到说吃好的油 很多人不会分什么是好油跟坏油 even though在家里用的油 你们认识自己家里用的油吗 你们觉得你们自己家里用的油 是好的油还是坏的油 好的 那么你怎么定义什么是好的跟坏的呢 花生油 花生油是好 只要是植物油就好的哦 那么我们来分析看看什么是好的油跟坏的油 那么呢第一种呢叫做清化油 清化油是什么 它的口感脆脆的很好吃对吗 因为就是用清化油去煎炸了 那么到底为什么会让它那个煎炸的东西特别脆脆呢 那么是因为它让它其实其实这个清化油就是叫做塑料油 塑料油是是plastic plastic它就是让你的东西吃起来脆脆的 然后让你的口感很爽 那么其实呢清化油也是叫做反式脂肪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植物油它是不稳定的 外面我们大家都是讲说植物油好植物油 外面都一直提倡说要吃植物油嘛 那么其实呢 清化油呢 其实植物油是不稳定的嘛 那么呢 它为了要让它稳定的话呢 它就会加两个氢原子 你看本来它的分子结构是这样子的 这里有很多的空位 那么它加了两个氢原子呢 它就会让它比较稳定 但是这个化学结构呢 是等跟塑料的化学结构是一样的 那么它就是反式脂肪 还有就是我们吃的人造奶油啊 也是清化油那边来的 那么我想跟你们说 其实清化油除了是 我们时常煎的东西是用清化油之外 还有我们看看喜欢去supermarket买零食吗 有吗 有看后面的东西的ingredients吗 有注意过吗 没有吗 这样真的是要教大家怎么看 那么我们被教育说 如果有对健康有一些诉求的人呢 是不是会找no cholesterol no trans fat 这样的一个标题的包装 就觉得这个东西是营养的 那么我们来看哦 那么你看你翻开后面的那个nutrition label 就是营养表来看哦 你看到它这里写trans fat是0g 对吗 但是呢 我跟你们讲说 trans fat就是反式脂肪嘛 那么其实你们看它的ingredients哦 就是它的用料里面有hydrogenated vegetable oil hydrogenated vegetable oil就是代表是植物清化油的意思 那么我讲了嘛 清化油是等于反式脂肪 但是它这里标明说 trans fat是0g 为什么 因为呢 在食品法典里面呢 我不懂在新加坡是怎样啦 就是在malaysia里面呢 below 0.5g的话呢 它是标榜说是可以claim as no trans fat的 但是你有吃到trans fat吗 其实有 但是因为这个它会让你误会到 其实你没有吃到trans fat 所以呢 还是要看它的ingredients里面用的是什么 所以大家买零食的时候呢 还是要看一看哦 那么呢 还有另外就是喜欢吃饼干啊 蛋糕啊 烘焙类的东西嘛 喜欢哦 其实我也是很喜欢 因为很好吃 然后每次我都会 因为从小哈 我就妈妈都给我 诶你肚子饿啊 吃饼干哦 肚子饿 再吃给我吃饼干的早餐 是除了喝那种饮料之外呢 会塞一个饼干给我去学习 要讲说诶 不要肚子饿 不肚子饿的时候呢 也塞一个饼干 讲你不肚子饿的时候肚子饿 要塞面包 然后买面包给我 买饼干给我 然后可能会疼我一点 就买蛋糕给我 这样子啦 那么 那么其实呢 饼干为什么会这样酥脆 然后这么好吃 其实是因为教了shortening shortening就是酥油 那么其实这里有喜欢烘焙的人呢 喜欢bake东西的 那么我自己是很喜欢bake东西 有一阵子的时候 我迷恋上bake cookies 就是饼干 因为我很喜欢吃饼干嘛 尤其是butter cookies 那么所以呢 我就上网找了很多个食谱 来看看怎样做好吃的 cookies 像那种外面卖的啊 那种这样好吃 这样香的 那么我吃了很多个recipe 我觉得就是少了那个味道 那个味道到底是什么 那么呢 我就去再上网看 怎样做好吃的奶油香 很好的那个饼干的食谱 很多呢 就是有放了这个shortening 那么过后我发现 shortening本来就是反式脂肪啊 为什么会这样好吃 因为反式脂肪会让你的口感 饼干的口感脆脆的 我有试过做的饼干 如果就是自己做的话呢 是比较没有这么脆 然后很容易漏风这样子 然后过后缺少了那一个味道 过后我去看那些外面的饼干 他们其实都后面都放这个shortening 这样子 那么我不懂新加坡的巴萨 还是哪里会有卖那种 mix好好了的那种 cookies的那种粉啊 然后你回家加一些那种butter啊 你就可以自己烘焙了 那么有一次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在malicia的 就是Binang的巴萨那边 有卖这些东西的 那么我也是有来try看看 哇真的很好吃耶 我就发现 嗯它应该是有加这个shortening啦 因为shortening是会比较 会让你的饼干的口感 真的会比较不错的 所以呢 好吃不代表健康哦 那么呢 还有哪里是有反式脂肪呢 就是一些烘焙的食品呢 就是我讲的 还有一些油炸的食品 尤其是零食哦 养育片啊 这样的东西 另外呢 好像美奶滋 mayonese啊 mayonese很多人就觉得说 是vegetable oil做的是很健康 但是我觉得 我宁愿你去吃butter都不要吃mayonese 因为mayonese哦 它是用植物油做的 但是它的植物油用的是青花油 再来呢 就是咖啡 就是三合一咖啡 三合一咖啡是大家无可避免 就是觉得一天可能一定要有一到两杯的咖啡才能觉得精神啊 或者是过瘾这样子 那么其实我真的觉得说不要再喝三合一咖啡了 为什么 这里呢 我就要跟大家讲 我是读食品科学的嘛 就是food science 就是说我们都是在工厂做工的 但是我当然没有在咖啡的工厂做工 是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呢 他的工厂的时候是帮人家 OEN咖啡的 还有其他的饮料的 那么他跟我 他很喜欢咖啡 也很喜欢做R&D 就是发明食物这样子 那么他做了过后 我跟他讲 你做得开心吗 他就讲 你看我的肚子 你觉得我开心吗 为什么 因为他在他们在 好像如果一个老板 跟他跟他们的公司讲 我要出一个brand 你帮我 你帮我去调一个好喝的咖啡 那么呢 他在调那个咖啡的时候呢 那个他们就给他的那个老 就是那个要叫他做的人呢 就去trial 他就跟他讲 哇 不够甜 你可以再加糖吧 可是他就 他就里面惊讶的讲 哇都加了 这样多糖 为什么还要再加 然后呢 其实他就讲说 你喝的咖啡里面 有咖啡成分呢 可能不到1% 那么其实你又很喜欢 喝三合一咖啡 你们有想过 其实三合一咖啡里面的 咖啡成分是不到1%的 这个是内幕 那么其实过后 他做得很不开心 因为他的肚子越来越大力 他一天 又不是只有一个customer 叫他做咖啡 可能有一次过十个 他每一天要喝这么多杯 所以他的肚子就越来越大力 然后人也不开心 所以他就跟我们讲了 过后他就讲说 我不要再做了 他要比较走健康的路线了 所以过后他就离开了 这个公司 但是他的肚子大力 是需要很多时间 来去慢慢的修复 这样子 所以还要喝三合一咖啡吗 这样听到的话 这个内幕 不要啦 你们自己想看看 那么再来呢 第二种油叫做精致油 精致油是什么 精致油的话呢 其实就是代表 它是一个纯净无杂质的东西 纯净无杂质 有联想到什么吗 supermarket的油 你们看看有观察到 它的外观是不是 很透明很漂亮的 有吗 就是叫做精致油 为什么叫做精致油的原因 就是呢 它在体炼的过程当中 它已经营养素不见了 它除了油 这是油 然后我们就叫它 叫做死油 为什么呢 因为它已经不是 真正油应该 油的那个 那个风味 因为在体炼的过程当中 它需要加化学物品 高温啊 这些体炼的过程呢 它已经没有了 那些生命 它的生命力 已经慢慢的不见了 然后营养素也没有了 所以变成说 它除了是纯油之外呢 那是你们有看到 它有包装上面会跟你讲 有丰富的Omega 6 有丰富的Vitamin E Vitamin A这样子 但这个过后 其实是过后再加上去的 所以不是它真正 有原本的营养素 再来呢 在我跟你们讲了嘛 它在体炼的过程当中 它需要加高温的 那么加高温的话呢 这个过程 其实已经产生 反式脂肪和氧化脂质了 所以呢 精致油好不好 这样的话 不好嘛 可是我们家里 大致上的油 都是这个油耶 那么你们用的花生油啊 什么葵花籽油啊 这些油 其实呢 再看看一下 到底是它是精致油 还是冷压油 这个是很重要的哦 因为其实 它不会跟你讲说 因为我们被教育说 我们很多就是 已经二三十年被教育说 用这样的油去煮菜嘛 对嘛 但其实这个油呢 它会 你在煮菜的过程当中 会比较容易 让你的厨房的油烟 会比较重一点的 所以这个是很多人 没有去发现的 那么其实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油也不好 那样的油也不好 这样我应该要用什么油炒菜 在座的各位是 有在家煮饭炒菜的嘛 有嘛 那么其实 我在家里也是 不是我炒啦 我妈妈炒 那么呢 我就会选 比较好的油 给他炒菜 那么 我的好的油呢 是 有一些条件的 等一下我会跟你们分享 我到底家里要用什么油 再来呢 还有就是氧化油 氧化油呢 就是它 除了是高温烹调 氧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氧化的意思呢 就是你们会温到那个油 其实有一点点油耗味了 我们是不是觉得 这个油变掉了 已经坏掉了 不会再用吗 这个其实是 叫做氧化的油啊 那么还有就是 你在喜欢用煎炸的时候啊 是不是煎炸 你觉得你的油 已经黑掉了 那个因为你在 反复的高温烹调之下呢 它也逐渐的氧化了 那么其实呢 当你在温到油的一个油耗味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它已经氧化了 但是呢 在于科学的那个 那个我们就讲它的一个程序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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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cess里面 过程当中呢 一个油要氧化的时候呢 它其实呢 会经过一系列的一个过程 那么其实它当它变成油耗味的时候呢 它已经是已经确定它是不好 不能用的油 但是 before它接触空气的时候 它其实已经慢慢氧化了 但是还没有出现那个味道 所以呢 还是要注意一下 你们的导存的方式就很重要了 所以你们在煮菜的时候 你们的油都放哪里 左手边 右手边 上面的厨还是下面 还是旁边 哪里 下面 下面 那么呢 其实是对的 那么我不鼓励你们的炒菜的油 是放在你们火炉的左右 比较靠近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在你在炒菜的时候 是不是有很 是高温在炒菜嘛 那个周围里面是有 温度会比较高的 那个这个温度呢 它会加速油的氧化的过程 所以呢 尽量把油 不要放在有热的地方 或者是太阳 紫色的那个地方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我们会把 我们做个实验是把油 放在一个靠近阳光 紫色的地方 过后我们 它没有油耗味 因为只是可能放个一个钟头 但是当我们再去 化验的时候呢 发现 它其实已经是氧化了的 所以 但是我们去用 我们是常用味道来去分辨油的 到底有没有坏掉吗 对吗 但是 它没有 它没有 它没有那个油耗味我 你觉得它没有坏咯 其实它可能坏的时候 你已经没有发掘了 所以油的保存方式 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尽量放在 银凉的地方 这样子 那么还有 其实就是 另外一点 就是炒菜的时候 你们要注意 那个冒烟点 什么是冒烟点 冒烟点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当你在炒菜 你放锅在火上面 你开火 然后你们炒菜的方式是怎样的 开火了 就等那个锅比较热一点了 再放油 对吗 那个在放油的时候呢 哇 它的油 那个烟再冒出来了 有吗 这个就是它的冒烟点 当它一到这个冒烟点的时候呢 这个油已经是氧化了 所以我还是建议你丢掉了 再倒过那个油 before它冒烟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炒菜了 这样子 这个就是你会保证 你吃的油不是氧化的 另外呢 因为这些氧化油 为什么我讲说 要try to去避免 是因为这些氧化油是自由基 大家对自由基有一个概念吗 有吗 自由基其实是对我们身体不好的 一个化学物质 自由基是我们身体里面都会制造的 因为我们在新陈代谢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制造自由基 那么我们外在的因素啊 压力啊 老化的过程啊 都是会有自由基的 那么 其实呢 我们身体如果抗氧化够高的话呢 身体免疫力够好的话呢 其实是会容易代谢掉的 但是如果你不断的一直 从外来一直把这些自由基 带入你的身体 刚好你的身体这个时候是比较弱的 那个自由基就会去破坏你的身体 所以你为什么 你的脸会比较容易多皱纹啊 你觉得你的新陈代谢比较不好啊 其实都是因为自由基先去破坏 然后再慢慢的影响你身体的一些 生理跟新陈代谢 那么另外呢 还有就是你们在买油的时候 或者是你们在知道一个油的时候 你们会去了解它的酸价嘛 什么是酸价 酸价的意思呢 就是代表它的新鲜值 一个油的新鲜度哦 那么新鲜度的那个定义是什么 就是当一个生产商 他在去摘它的果实 要萃取那个油 再送到你的手上呢 他要保证 那个口感跟那个新鲜度 是好像他一摘出来 就立马送到你手上的 它的新鲜度越高 就代表那个油越好 那么呢 有很多厂商会跟你讲说 它的酸价是多少吗 没有吗 对吗 那你在外面买的那些油 精致油啊 还是supermarket那些油 他会跟你讲 它的酸价是多少吗 没有嘛 其实很少 那个公司会跟你讲 它的酸价是多少 但是鱼味油呢 他会跟你讲 它的酸价是尽量是小于一的 那么小于一的话呢 其实是在一个油的那个品质里面 是算是很好很高的 那么现在呢 鱼味油他会尽量把它的酸价是少于0.5的 所以呢 在过程当中 它们把关得很好 加上呢 我就讲嘛 在萃取的时候呢 是很重要的 是尽量不要用高温的 那么其实种子的油呢 大致上都是要炒过的 对吗 像芝麻油是不是要炒过了 你才会有那个芝麻香味 对吗 所以呢 它炒得越高呢 它萃取的温度 它萃取的油的那个量呢 就越多 但是呢 鱼味油的公司呢 它要确保它的油的品质是最好的 它不会 它不喜欢用高温 它用的是低温 低温的话呢 它会让它的油的品质更好 萃取率虽然会比较低 但是为了要得到好的品质的油 所以它还是坚持用冷压的方式 再来呢 我们讲刚刚的三款油 其实都是坏油 那么坏油 大家会觉得说 没有啦 萨麻 这样子 那其实是慢慢的影响着我们的身体的 我们 我就 我们的 其实是医学 不管是医学还是营养学 都认为说 坏油其实是百病的万二之源 为什么 因为它是先去破坏 我们的细胞结构 细胞一旦被破坏呢 可能你身体的各个器官 就开始出了问题 例如我们的血管会越来越催弱 可能再严重一点 你就会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 再来呢 就是我们的脑细胞老化 你就会有失之症 再来呢 就是可能你的免疫系统会衰退 严重一点你就会得癌症 眼睛的白内脏啊 退化性的一些疾病啊 还有就是我们女人很在意的皮肤下垂 还有呢 就是可能你会觉得你的注意力比较没有这么好 还有就是你一个小孩子很过动哦 其实都是因为坏油而引起的 再来呢 好油的定义呢 就是只有一点而已 就是它是要冷压跟出炸的 冷压就是cold press 出炸呢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找到是extra virgin的 就是它是出炸的意思 就是它的油去烘焙了 它萃取出来的第一轮就是出炸的 那么呢 好油呢 就是代表说它是越接近大自然的原码 就是代表是好油 那么你们有用过鱼味油的 你们觉得它的味道是什么 新鲜嘛 你觉得很fresh 那其实呢 每个人对那个香味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像我的话呢 我觉得印加果油其实是有一点点青草的味道 那么我身边的人呢 就跟我讲会有一点点人生的味道 这些天然的味道呢 就代表说它是好的油 这样子 所以你用一个它们味道去辨别一个好油 也是其中一个方法之一 那么再来我们来看看一下 其实呢 脂肪就是油的话 我们有分成四大类 就是饱和脂肪 饱和脂肪的意思就是 从可能肉类大多数是饱和脂肪 还有就是椰子油都是饱和脂肪 会比较多 都是有饱和脂肪一点点 但是比较多的是动物性的脂肪 再来呢 不饱和脂肪有分Omega3、6跟9 那么Omega3跟6呢 是我们身体不会制造的 所以呢 我们就要多吃这些三 Omega3跟6的食物 所以叫做必须脂肪酸 那么不必须脂肪酸的话是Omega9 Omega9是我们身体会制造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比较少吃 因为加上很多食物 植物油里面大多数都会有Omega9 所以我们不必担心我们摄取不够多的Omega9 那么Omega3呢 其实是什么 Omega3其实它最大的给它的一个解释 就是它会让你的身体不容易发烟 还有就是过敏 因为现在很多人有那个过敏的原因 尤其是生出来的Baby 分成三种 Ala DHA跟EBA Ala呢 大多是从植物性那边来的 植物性的 好像亚马子有Flex seed啊 蜡纳啊 核桃啊 还有就是印加果啊 这些都是有很丰富的Ala 那么再来DHA跟EBA呢 是我们比较不陌生的 DHA呢 大家都知道嘛 DHA是补脑的 这些呢都是从这个生海鱼类啊 就去那边摧取过来的 那么其实呢 Ala大家吃的时候呢 我们的身体会自动的转换DHA跟EBA 所以素食者呢 他会担心他的DHA跟EBA不够 其实是吃植物性的那个植物油呢 其实已经可以得到 那么呢 因为我刚刚有讲说 其实我是学方向疗法这样子的嘛 那么我在读一本书的时候 因为方向疗法是很注重植物油的品质 还有它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影响 那么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从这本书里面得到的资讯是什么 一个overall的一个picture 那么呢 我们就讲 其实当我们摄取不足够的好的脂肪酸的时候呢 其实是会有一些脏气的问题的 那么当我们有脏气容易脏气的人呢 其实呢它会影响我们的维生素B的吸收 那么维生素B在身体有什么作用 其实维生素B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身体需要能量 我们的皮肤要好 还有就是我们身体的转换 要转换一些营养素 其实都是需要维生素B 那么如果我们不够维生素B的话呢 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水肿 还有呢就是不够维生素B的人呢 他的抗压性比较低 然后呢人也容易生气 所以呢你有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容易生气的人吗 老板丢工作给你的时候你就讲 为什么又丢给我 然后可能老板骂你一下的时候 你就觉得 哇老板为什么要骂我 我是不是很没有用 这样子 就是抗压性会比较低 然后呢 人也容易 听得懂 屋子是什么意思 懂 那么呢好 你就觉得说哇 每天工作加班压力很大 那么呢 你会用什么来安慰自己 吃吗 就是吃好的食物来安慰自己吗 那么女生呢 很容易吃甜食来安慰自己 就觉得说 我做工一拜一到拜五 做这样辛苦了 老板每天就丢住 丢住我 每天丢东西给我 做 我很不开心 我要吃甜食来安慰自己 来犒赏一下我自己 或者是来鼓励我自己 你就会吃很多甜食咯 但是吃很多甜食 其实甜的食物呢 会阻碍你的DHA的合成的 那么因为我讲 其实我们DHA会在身体里面自己制造嘛 但如果你吃了很多的Omega 3 但是呢 又很多ALA嘛 但是你因为又吃很多甜食 所以呢 你又阻碍你的DHA的合成 所以有一点点得不产食 再来呢 你吃很多的甜食的话 你一天一块蛋糕 你就会变胖耶 哇 它就很惨这样子 然后加上又变奔 只是 可是你们有想到 其实是最终的 最本质的原因是 因为其实你只是不够脂肪酸吧 但是你忽略了这个问题 你先 你先用来 用甜食来安慰自己 但是呢 你现在知道了 你会 你开始觉得你容易生气的时候 然后你不要吃甜食 你先吃好的油先 再来呢 如果你摄取不足够的那个脂肪酸的话呢 你的肠道的那个黏膜 因为我们肠道是需要有黏膜去保护我们的那个肠道的健康 那么因为我们的肠道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抵抗细菌的攻击 如果你不足够的脂肪酸的话呢 你的肠道就无法抵抗细菌的攻击 慢慢的你的免疫力就会低 所以呢 其实是不是一些小小的细节都是从哪里开始 这些我们从来不注意的小小细节都是从我们不够油开始 但是因为我们不懂嘛 我们就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弥补自己 那么你现在知道了 你就要开始做出一些改变哦 再来呢 就是来看一下Omega 3跟6 Omega 3跟6其实是有一个黄金的比例 才能让我们的身体有那个作用 还有就是让人家身体比较健康 Omega 3呢 我们会讲说黄金比例是1比1 那么我先给大家一个概念 让你们有觉得说 美国人他们吃很多植物油 因为他们的卫生部一直提倡他们要吃植物油 然后他们也时常吃橄榄油啊 还有就是什么Flex seed oil啊 这些东西 那么但是他们的心脏病的 那个发病的几率是可能是全球最高的 加上他们很多人都是肥胖 有肥胖的问题 其实是研究发现过后发现的 其实是因为他们的Omega 6的摄取太高了 因为我讲嘛 黄金比例是1比1 那么他们时常吃橄榄油啊 或者是我们讲大豆油啊 那些油比较丰富的Omega 3 变成其实他们的比例是从1比 可能甚至到30或20几这样子 慢慢的其实是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了一些影响 因为Omega 6其实是会让身体发炎的 身体不正常的发炎呢 就会逐渐的有一些疾病 好像心血管疾病啊 肥胖啊 糖尿病啊 这些都是从发炎开始 那么Omega 3主要是减少不正常的发炎 再来呢 就是改善胰导素的反应 就是跟我们的血糖有关系的 再来呢 就是改善细胞膜的健康 还有调节前列腺的生产 前列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前列腺过后会变成一些荷尔蒙 所以呢 Omega 3有很大的作用在里面 再来Omega 6我刚刚讲 它会促进发炎 但是发炎也没有不好 因为如果正常的发炎的话呢 其实它是帮助我们抵抗病菌 再来呢 它还有帮调节我们的代谢功能 代谢功能的意思就是 不只是说我们排泄 就是代谢的意思就是 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要转换成一些能量 或者是身体所需要的时候呢 这些都是代谢 Omega 6呢 就是在这边帮助的 再来呢 为什么Omega 3跟6 它的比例这么重要 如果两个加起来的话呢 它会转换成我们的细胞膜 让我们的细胞膜 比较有弹性跟柔软性 这样子 那么呢 Omega 3从哪里来自最丰富呢 其实最丰富的是这个硬加果油 硬加果油呢 有多达这个48.6 那么你们来看这个表 你们有看到其实 Sata Ingi它的Omega 3跟6 其实是处于接近1比1的比例 很少有一个油 它的Omega 3跟6 是这样完美的比例的 那么你们来看看我所讲 刚刚我一直讲的 Flex seed oil 还有就是Olive oil 这些都是其实Omega 6 会比较重的 好像这个Corn oil 就是玉米油 在外国也是很流行的 它们的Omega 3会比较重 比例会比较重 所以变成说它们Omega 3的比例变成说会比较飙高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多补充 他们现在慢慢的 他们的卫生局慢慢的去教育 他们其实要多吃Omega 3 所以这个硬加果油呢 就是其中一个来源 那么有一位油的公司呢 它会确保说它的Omega 3是在42%到46%之间的 所以确保大家吃的话是有足够的ALA 那么DHA大家刚刚有讲了 就是对脑袋好的EBA呢 是对我们的血管还有前列腺是有帮助的 那么呢我们就来看看Omega 3对心脏有什么益处 那么其实呢心脏病是很 我们比方我们讲心脏病 我们讲血管阻塞嘛 血管阻塞逐渐会发生一些心血管疾病 那么血管阻塞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血管阻塞不是一朝一夕去发生的 那么我来这里分享一个故事 我是从一个脸书那边去看到一个小女孩 她才20岁 但是她的脸部已经中风了 为什么呢 她有分享 她讲说呢 她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呢 她的生活跟饮食习惯是很不好的 为什么 她每天吃高能量的饮食 就是很calorie很高 就是可能吃多很多油啊 油腻腻的食物啊 还有就是甜食啊 这些 加上呢 她又有运动不足够 又熬夜这些 所以呢 她那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年轻人嘛 有很多的资本可以去消耗 但是数不时数 过后她回来 她继续这样的生活 慢慢的 有一天的时候 她发现她的膏 她一直发烧 然后过后她的烧 是一直不能退的 一直回来这样子 她觉得这个是正常的 所以呢 她就去pharmacy吃退烧药 一直反反复复这样子 她也不以为意 那么呢 有一天 她的烧终于退了 但是呢 她的脸却肿了 肿到她不能笑 所以呢 她以为是正常的 她以为说 哦原来是 可能是发烧 弄到我的脸肿 然后她就去pharmacy 买那个消炎的药 结果呢 她发现 她的脸部僵硬了 过后她就去看医生 她看了三个医生 医生都跟她讲 她的脸部有轻微的中风 她就不能接受 但是医生 有一个医生呢 就跟她讲了 现在呢 其实很多年轻人 中风的那个几率 其实是很普遍的 他们从来没有注意到 原来他们的这些 生活习惯 小小的细节 一直消耗 她的身体 其实已经造成 她的血管阻塞了 所以这里我要强调的是 血管阻塞 可能是一年 两年 甚至是十年去形成的 但这是我们去 没有去注意到的 那么其实就是说 血管是怎么去发生 血管阻塞 是什么形成的呢 我就来大概画一下 如果我就简单的话 那么呢 就是其实我们讲说 这个是我们的血管 这是我们血管的墙壁 因为每一个细胞膜 都有一个墙壁的嘛 那么如果呢 这个时候我们吃高能量饮食 还有很多自由基啊 你又抽烟 抽烟可以让 就是身体制造很多自由基的 如果呢 这个时候呢 这些自由基不好的东西呢 不好的东西呢 它进来的话呢 它是去会 它去攻击你的 这个内皮的细胞 这个内皮的结构 它攻击的话呢 你这边的话就会受伤了 就会受伤这样子 如果这个时候呢 你又开始吃一些不好的油 胆固醇高 胆固醇是氧化的胆固醇 那什么是氧化的胆固醇 我会跟你们解释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开始吃那些比较不好的食物 它就会慢慢的 它就会过来 黏在这边开始形成了一个 一个凝固的一个脂肪 这样子 久而久之呢 它再慢慢的去 黏在这边 慢慢的你就会觉得 它已经变这样子了 那么从这个到这里呢 它可以是一年 也可以是十年 那么如果说 它这个时候 它去做 它不知道 它不知道 然后它去做激烈的运动 激烈运动可能会让这个板块脱落 脱落的时候呢 它再大的血管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这个板块刚好去到细小的血管呢 它就会中风 意思是这样 所以很多人去 没有去注意到 然后会跟我讲说 我吃很健康啊 我每天都有运动啊 然后我每天吃很健康啊 但是还没有注意到 刚刚用的那个三款油 他没有注意到 所以呢 我身边的人就是有这样的经历 他跟我讲说 我肉也很少吃啊 我每天晚上吃青菜罢了 但是它的胆固醇还是很高 那我就有跟他讲 其实你有注意到 你们在外面吃的食物用的油啊 还是你家里用的油吗 他过后 他知道了过后 他就有改变一下 他家里用的油 所以他的胆固醇 其实有帮助大家控制到 那么呢 Omega 3的原理是怎样 他对我们的心脏呢 他就会减少改善我们的内皮炎症反应 就是这里 Omega 3呢 它会让我们的墙壁不会这样容易发炎 所以东西就比较不容易黏在这里咯 这样子 然后会降低血压啊 这些改善一些心血管的问题 这样子 那么呢 刚刚我有讲到胆固醇嘛 那么胆固醇 大家是不是很害怕 就其实呢 三个人里面 大概有一个人多多少少 会有胆固醇的问题 那么胆固醇的话呢 你会第一个跟他讲 医生会跟他讲 不要吃鸡蛋 对吗 身边的人可能有胆固醇 你也会叫他 哎呀 你不要吃多一点鸡蛋啊 一天吃一粒就好了 是吗 对吗 这里有胆固醇的人 就是有胆固醇问题的人嘛 没有的话 我觉得很棒哦 那么其实如果身边有胆固醇的话 我希望你们可以去 跟他们分享这个新的 胆固醇的新的概念哦 那么其实什么是胆固醇 胆固醇其实是我们身体会制造的 大概75%以上的胆固醇 是我们的肝脏自己去制造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肝脏会要制造呢 因为呢 他会我们的他会保持我们的血管的弹性 还有去强化他的健康 再来呢我们细胞膜也需要胆固醇 我们的男女荷尔蒙啊 胆酸啊 还有就是肾脏腺素维生素D啊 这些都是需要胆固醇去合成的 那么胆固醇这么重要 为什么我们还是这么害怕去摄取他 外来的胆固醇 其实呢 现在研究研究已经发现说 在美国2015年 他们的饮食指南已经为胆固醇 还有鸡蛋去平凡 他为他讲话讲好话了 因为其实胆固醇在过去二三十年来 一直被妖魔化 讲说我胆固醇吃很高的胆固醇食物 都会对我们心血管不好这样子 那么其实现在他们已经讲了 鸡蛋可以多吃 不用担心胆固醇 他们呢就做了很多项研究 其中一个研究呢就发现说 你们知道一粒鸡蛋 为什么他跟你讲说 一天只可以吃一粒的原因吗 不知道 因为其实一粒蛋的那个胆固醇呢 它大概是一粒蛋哦 它大概是有250mg毫克的 那个胆固醇 那么呢 我们被我们为什么我们讲说 有胆固醇的人不要吃太多鸡蛋 是因为一天呢 我们不可以吃多过300mg 是不是说我吃一粒蛋 已经差不多要超标了 然后你就不可以再吃肉了 我是不是你一个肉 你一块肉的胆固醇是多少 更高嘛 对不对 所以变成说其实呢 研究发现说他们就去做对比 发现说他们就给那些一个人就吃三粒蛋 三粒蛋代表他的胆固醇有多少 差不多750mg嘛 对吗 750mg已经过了一天所建议的量耶 但是他们发现研究了过后发现说 这个胆固 鸡蛋的胆固醇其实对我们的胆固醇的指数 还有心血管是没有关联的 所以很多的研究去证明了过后呢 他们在去喂这个胆固醇还有鸡蛋说话 那么为什么鸡蛋会变成不好的原因呢 是因为你的烹调的方式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全手蛋跟一个煎鸡蛋 哪一个比较健康 全手蛋比较健康嘛 对吗 那么为什么煎鸡蛋不好呢 是因为你在煎鸡蛋的时候呢 他的胆固醇已经氧化了 氧化刚刚我一直强调嘛 氧化就是不好的东西 那么你吃进氧化的胆固醇 再加上如果刚好你的这里受伤了 这些东西氧化的东西 就会黏在你的血管的墙壁上面 所以呢 变成说是你的烹调方式是很重要的 还有就是你用哪一类的脂肪 哪一类的脂肪 就代表说你用的是好的油 还是坏的油 这样子 这样了解吗 这样了解 但鸡蛋可以多吃吗 可以哦 前提是呢 要吃全熟蛋 但是他建议还是一天吃一到两粒 是无所谓的 你不可能一天吃十粒这样夸张的嘛 对吗 再来呢 这就是一些见证是 他们吃了鱼为硬家果油过后呢 当然他们的胆固醇指数有很好的改善 还有就是他们的心血管他们有阻塞的已经吃了油过后呢 他就开通了 他就不用开刀 这样子 那么还有就是一个静脉曲张的问题 静脉曲张就是他们的那个血管会比较浮上来 那么很多 其实呢到现在科学家还找不出为什么这个筋会浮上来 还没有研究去去证明是哪一个因素让他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么会知道是因为他的血管的弹性不够 那么呢 血管弹性不够是怎样造成呢 他们就不知道 那么他们吃了鱼为硬 我讲了 刚刚有讲了 如果你吃三跟六平均比例的话呢 吃多一点Omega 3的话 你的血管的弹性是不是会比较好 那么呢 他多多少少就会有改善这个血管的那个弹性 所以他的静脉曲张会比较有改善 那么呢 再接下来呢 就是讲说 大脑 大脑呢 我们很多人会很在意是因为说 我希望我的小孩子是聪明的 IQ是超过100的 那么呢 另外呢 我希望说我老了过后 我不要忘东忘西这样子 我不要有一天失智症了 要我的孩子来照顾我 不要有一天出去了过后迷路 找不到家里的路这样子 所以我们会过我们的脑袋 那么过我们的脑袋 我们知道说要吃好的脂肪酸 那其实呢 我们的脑袋呢 有60%是油脂的成分 就是用油做成的啦 所以呢 大脑的最佳发育时期呢 其实就是胎儿的 胎儿的发育晚期 就是后面的三个月 还有就是产后的早期 所以呢 我鼓励在怀孕的时候的妈妈呢 要多吃一点油 然后她生出来过后 尽量俘虏 就是喂母奶 那么你在喂母奶的时候呢 妈妈要多吃一点油 为什么医生会建议你 吃多一点鱼类的时候 就是因为希望可以吃多 让baby有很多的那个油脂的成分 DHA嘛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吃一点植物 其实也是很好的 再来呢 我们的脑神经 我们的脑其实是由脑神经细胞组成嘛 那么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呢 需要多过20%的Omega 3 才能将性虚正确传达出去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代表说 因为我们的大脑是不是发号指令的 就是跟你讲我要做什么 那么现在可能我在握着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是不是大脑跟我讲说要握住 这个如果她的信息传她不正确的话 会握不住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过程呢 其实是需要Omega 3来去协调的 再来呢 脑神经的主要成分其实是DHA 那么它是DHA呢 会直接影响我们细胞膜的特性 还有大脑功能啊 学习能力啊还有记忆力 那么我们来看大脑结构的话呢 其实大脑扑开来的话 外面是一层灰的 里面是一层白的 灰的呢 其实是执行我们的大脑思考还有计算 所以我们想东西啊 还是在算数学的时候啊 跟外面的大脑有关系哦 那么里面的大脑是 其实是科学家比较不那么注重的 但是近几年呢 他们就比较注重里面的大脑的那个 那个元素是因为 其实大脑是为了要协调脑区之间的 就是他们正常的运作 那么还有其实在这个中间呢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一个叫做Mylin Sheath 就是水烧的这一个东西 那么水烧是什么 就是你知道一个电线 是不是外面有一个plastic包柱 为什么它有一个plastic包柱 为什么 就不要锁到咯 这样子咯是不是 但其实除了不要被锁到之外 是希望它的那个电流是顺畅的 加上它的那个电流会比较快速这样子 那么我们的脑神经 其实也是一个电流来的 所以呢 这个Mylin Sheath 就是要确保我们的这个脑神经的 那个电流呢是顺畅 所以我们的大脑思考会比较快 再来呢 我们会知道说 研究发现说出生时呢 大脑有大量的神经元 但是呢 连接尚未完成 连接尚未完成的意思就是说 它这个是一个神经细胞嘛 那么这个神经细胞需要和另外一个神经细胞去做连接 那么呢 刚刚出生的时候呢 这个连接 还没有关注在一起啊 所以呢 Omega 3呢就是很重要的原因在这里 还有DHA 它会让我们的这个连接是完整的 加上这个突出就是一个那个触序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想问大家你们觉得一个小孩子的智力 所以他到底从不聪明是几岁去定型的 有吗 如果这个时候呢 如果这个时候呢去多补充Omega 3的话呢 他会让他这个连接还有突出呢 就是这个触序啊 比较深比较多的话呢 他的记忆力会比较好 然后呢 他会慢慢的 他的比较会容易记得住东西 所以呢 他的专注力也比较高 都是有关联的 跟Omega 3有关联的 所以呢 就不用 就不要 其实不要担心 12岁 我的孩子还是 在车上考最后 在那个 一个班里面考最后一名 就是比较 觉得说他好像就是这样子吧 但其实没有的 那么其实我这里呢 其实有一个分享 其实我也是读书不聪明的人 小学的时候还好 到了中学的时候 我大概都是后面几名的 到了大学的时候呢 我发奋图想 营养素那边比较 足够呢 我 当然虽然没有first class 但是还是有second honor 这样子嘛 所以呢 还是跟营养素跟油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当然 就是我讲的这个 神经元呢 跟神经元的连接呢 是需要Omega3来传递的 这样子 那么呢 其实一个小孩子的人格 他的性格 他的跟那个教育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其实 因为我所讲嘛 大脑是需要好的脂肪酸 如果这个时候 你的小孩子在发育的时候呢 你给他时常吃什么不好的 给他吃饼干啊 面包啊 还是说 哎 煎炸食物 时常吃啊 他得到的营养素是什么 反式脂肪嘛 对吗 那么如果反式脂肪 充斥着他的大脑的话呢 所以他的 他这个小孩子 可能你觉得他不听话 然后 然后过后 他比较不 不聪明 还是说 他性 他脾气比较暴躁 这样子 其实都是跟油 有很大的关系 再来呢 一个人 容不容易发脾气 都是跟油 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你看看如果身边的人 他容易发脾气的话 还是骂你的话呢 你不要 你不要生气他 你会跟大家讲 哎 你是不是要吃多一点油啊 这样的话 你情绪会比较稳定哦 这样子 另外呢 其实呢 人跟人沟通之间呢 其实也是需要油的 因为我刚刚讲了嘛 当我的信息在传退出去的时候呢 我需要的是Omega 3 所以变成说 其实呢 他不只是在生理层面 会影响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还有一个社会的一个联系 其实都是有影响的 所以油是在我们的生命中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营养素 再来呢 Omega 3不足呢 其实会造成阿兹海默症 十字症 注意力不足 情绪不稳和忧郁症 我这里要强调那个忧郁症哦 忧郁症呢 其实研究发现说 可能在十 甚至是二十年过后呢 全球有一般的人数以上都会患到忧郁症 那么忧郁症 大家会觉得 忧郁症的定义是什么呢 余郁症就是可能他对生命力比较没有 比较没有那个激情 然后可能会有自杀倾向啊 还是说 他的心情十高十低 这样子 你会 可能他会变成说 对自己不信心 也不信任别人的 就是他会比较有这样的一个困扰 那么其实呢 忧郁症呢 是因为他缺少了什么 他缺少了的是幸福的荷尔蒙 让他感到幸福的 跟让他觉得有动力的那个快感荷尔蒙 那这两个荷尔蒙呢 其实都是Omega 3 所以变成说Omega 3 不只是对你的大脑 其实他也是创造我们幸福快乐的一个元素 那么什么是幸福荷尔蒙 幸福荷尔蒙其实就是血清素 它是主要是让我们放松啊 心情比较愉快啊和震惊 再来呢 我们睡觉的时候呢 也很需要这个血清素 让我们比较好容易进入睡眠 再来呢 快感荷尔蒙就是会让你开心的咯 就是比较有动力啊 兴奋啊 跟追求 对生命有那个追求 有一个目标 所以一个男人比较需要多一点多巴胺 这样的话他才可以拼他的事业 那那些比较希望有 事业上比较有憧憬跟成功人 他就需要多一点多巴胺了 那么其实多巴胺过多的话也不好 他会造成上瘾的 那么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些人抽烟喝酒 甚至是吸毒都会上瘾 那么呢研究发现其实是因为 他们会上瘾的原因呢 是因为他的多巴胺太多了 那么我跟你讲 Omega 3会让你有很多的多巴胺 你会怕吃油吃到上瘾吗 其实是不会哦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身体 如果你吃好的东西的话 我们身体会聪明的去 去知道你身体自己要多少的多巴胺 这样子 所以呢 Omega 3其实是会帮助我们生产这两个 幸福的荷尔蒙 再来呢 我们来看看一下阳光 阳光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一种 也算是一个类固醇激素 它是需要转换成女性跟男性的荷尔蒙 所需要的一个元素 我们维生素D 你们知道的是 是对什么好 对骨头好 对吗 其实呢 它是对我们的女性和男性荷尔蒙 重要的一个原料 还有当然它还是需要胆固醇 那么其实我觉得 说维生素D 其实是 它是一个阳光的维生素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身体已经有很多的维他命D了 但是呢 它是在睡着的 它还没有醒来 那么要怎样叫它醒来呢 就是去晒太阳 那么研究有发现 一个德国的研究有发现说 如果是阳光啦 又发的维生素D啦 它是可以增加突变细胞的自我毁灭 意思是说 突变的细胞是什么 癌细胞嘛 它会让它自我毁灭 就是自己消灭掉自己 再来呢 它会减少癌细胞的扩散 其实维生素D 阳光诱发维生素D 也会预防 女性的一些乳癌啊 还有软潮癌的 那个几率的发生 再来呢 其实很多人防晒 有用防晒霜的那个习惯啊 就是三block 有嘛 尤其是年轻人 是不是一定会用三block 为什么 因为我不要晒太阳变黑 然后有很多的那个雀斑啊 这样子 那么其实呢 我讲了嘛 有阳光诱发的维生素D 才是在我们身体里面需要的 如果你查了一层的防晒霜的话呢 其实你已经阻挡了这个阳光 去让你的维生素D醒过来 这样子 那么 这样的话呢 为什么大家还要用防晒霜 是吗 你已经拒绝了这个阳光维生素耶 那么呢 其实我们担心 我们担心 我们要查防晒是因为 我们不要给紫外线伤害我们的皮肤 对吗 因为紫外线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话呢 我们就会有皱纹啊 对吗 黑斑啊 这样子 那么其实防晒的定义 我要跟大家去转一下 防晒的定义不是会让你 不会变黑 重要的是 不要让紫外线去伤害你的皮肤 然后转换成皮肤癌 因为其实研究有发现在昆士兰 就是一个阳光很充沛的一个国家 那边当地的人呢 因为那边紫外线可能会比较强 所以当地的人 也好时常会涂厚厚的一层的防晒霜 但是他们的皮肤癌的激势却是全球最高的 因为其实防晒霜已经证实它会导致皮肤癌的 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少用防晒霜 那么到底我要用什么来抵抗紫外线 其实呢我在学方向疗法师后呢 我们其实都是时常用油来保养的 那我就知道了原来油 其实可以帮助我抵抗紫外线的 那么什么油呢 什么油呢 硬加果油 还有呢 其实很多植物油都可以的 野油 野油还好 其实是好像 醋醋吧 水阿门 这样子它自己本身有它的SPF在那边 那么其实我讲说我是学这个方向疗法 其实精油哦 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 它本身也是有带有SPF的 就是防止外线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那么我们的 你们有知道以为有的精油笔吗 有吗 你们有用吗 你们怎样用 就这样咯 摸这里咯 摸这里咯 摸头咯 这样子咯 是不是 然后其实它很好耶 因为尤其是 Lavenda这样的一个精油笔哦 它可以涂脸 这些其实 Lavenda跟Pepermint呢 它自己已经自带防晒的功能了的 所以呢 你们买这款它里面很好耶 它们里面 里面我已经查了 里面也都是有 Jojoba Sacha Inji Sweet Almond Pepermint Pepermint就是这一支咯 Lavenda是另外一支 已经可以防晒了耶 所以呢 就尽量不要用防晒油 试着用植物油 来去帮助你们防晒 另外呢 其实Aloe Vera 其实也是很好的 所以大家家里有种Aloe Vera吗 有吗 然后你们会自己割了 再涂皮肤 涂皮肤再出来吗 防晒吗 就不用 其实用油就可以了 不用加辛苦 割自己家的那个鲁灰这样子 所以呢 尽量用植物油来做防晒 然后其实我已经 自从我学方向疗法过后呢 我已经开始转换我的那些 保养品成植物油了 那么其实我用植物油来保养 已经有两年了 大家你们觉得我的皮肤美吗 美哦 谢谢 那么呢 其实呢 好 我不是讲说我不会晒黑 我还是会晒黑的 但是因为我晒黑了过后呢 我会让我的身体自己修复 让它变白 所以你们觉得我很白 其实是因为我身体会自己 把自己从黑变白这样子 然后呢 就不用担 其实也不用担心说 你的黑 有那个黑斑啊 还是老化的问题 因为这些植物油会帮助 我们的皮肤去做修复的 所以开始 可以开始想想看 可以用这些来当做日常的保养品 不用去买很贵的那些保养品 因为其实 保养的这个东西 很多顾客都会问我的 就是很多我自己的客户会问我 那其实我都会开始介绍 他们其实用植物油开始做保养 这样子 那么其实植物油做保养 有很大的用处 然后也很便宜 一个油可以刺 又可以涂 是不是它 你觉得很大 它的价值很高 所以不是只是刺 这样简单 再来呢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涂 就是从 如果我们晒太阳的话 皮肤这里会慢慢的转换 再来进入我们的血液里面 再进入一些代谢过程 然后再去一些它应该要去的地方 这些呢 就是一些见证 它本来有很少的serotonin 就是刚刚的幸福荷尔蒙会比较少 所以呢 它就吃了过后 会有很大的改善 那么呢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其实很多人 很多人会问我说 我吃了鱼味的油 很尽效很快耶 就讲说 可我想要介绍人 但是人家问我是不是 你们的油里面有参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让那个效果这么快 其实呢 我就跟你讲 其实你可以放心的吃 因为呢 鱼味油 它会拿它的那个油去化验 去进行了三百一十六种的荷尔蒙实验 然后发现是完全不含任何的荷尔蒙 然后你们就可以安心的吃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这边要讲外面的产品 其实很多是含了那个 类固醇基数 就是那个Steroid 我这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家里的长辈 他们很喜欢在外面 人家跟他讲 这个保健品吃了 你的磕会好 你的筋会比较松 这样子的一些 讲说是中药的东西 那么他们吃了 吃一两年 吃了一两年 然后我就一直吃 但是我发现他们越来越 脸越来越圆润 肚子越来越大力 真的 我没有骗你 那样过后呢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就这样 你看我这样瘦瘦 其实我的爸爸也是差不多这样 比较身材会比较 就是瘦的人 但是他的肚子大力到 好像八九根月这样子 真的 然后他的脸又很圆 那么我们就是可能去 去dinner的时候 跟亲戚dinner的时候 我的亲戚都会抓我去 另外一边问我 你的爸爸是不是一直去喝酒 每天去喝酒 然后肚子这样大力去 然后我就 这样说我爸爸没有喝酒 他已经很久没有喝酒了 那么过后其实 因为他的肚子大力到不正常 他这么瘦的人 他要穿什么size的衣服 甚至到double XL 为了要他的肚子 能再装进去他的肚子里面 所以呢我们也担心 然后过后带他去做个身体检查 那么发现 因为怕是那个肚子会生东西 还是有那个腹水的问题 会压到他的肺 还是他的器官 这样子 那么我带他去做身体检查 发现 他的所有的健康指数 那些指标都很健康 有一点点的胆固醇 有一点点的血压高 再来呢 其实还有就是一个荷尔蒙 荷尔蒙太低 有一个荷尔蒙太低 就是Cortisol 那么呢 医生就问他你平常吃什么药 哇他就搬他的那些药出来了咯 那个其中一个刚刚我讲的那个中药咯 医生一看了哈 他就讲说哇这个药 不要吃了 这个药就是让你变成肚子这样大力的咯 他就讲说这些药呢哈 其实是没有经过卫生局的批准的 even though经过卫生局的批准呀 他们去化验了 发现他有什么 内固醇 其实他里面都是内固醇 内固醇让你治疗 会让你觉得马上感觉很好 但是变成说你要依赖他 你觉得一天没有吃辣 你会觉得不舒服 我的爸爸跟我的身边的亲戚都是这样子 那么呢 过后就变成他 他里面的内分泌呢 已经慢慢的已经蓄乱了 已经乱掉了 所以他会有血糖啊高血压啊这样子 在过后呢 医生就讲说你必须要停掉这个药 那么但是你要停掉 你不可以马上停掉 因为你会很辛苦 因为你身体已经有那个依赖性嘛 所以呢 他就慢慢的减掉 然后一个月之内呢 他的肚子消去 所以呢 变成说外面的保健品 我要讲这个故事原因是因为 外面的保健品不要乱乱吃 然后他跟你讲说 哇他可以哪里哪里好 你要问他到底他里面有没有这些荷尔蒙 所以我们的鱼油可以安心的吃 是因为他没有这些荷尔蒙 植物油呢 不是保健品 它是我们身体 我们的生活里面还有 就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个营养素 这样子 很沉重啊 这个话题 不用担心 你们知道公司的那个 那个他是安全的 你们就可以放心的吃 这样子 再来呢 我们会来比较 很多人很注重的就是一个外表的一个温 那个会比较在意一个外表嘛 一个人美不美 肥不肥 还有皮肤好不好看 其实都是跟油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Omega 3 那么其实一个人 你会觉得他很有魅力 只是因为他的荷尔蒙是很平衡的 所以呢 油呢 它可以调节你的内蜂蜜 尤其是你的性荷尔蒙 再来呢 肥胖的问题 很多人呢 就都会问我 我要怎样减肥 因为很多人看我这样收婚 我怎样减肥嘛 那其实我是天生的 不要太羡慕 然后呢 其实呢 这个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很多见证所 诶 吃了油 有受趣的 有没有在座油 谁是吃了油受趣的 有吗 这位小姐有 其实呢 我身边的人 因为我在介绍他 他有的时候呢 我跟他讲 刚刚那一些 我对心脏好 对对对 这样这样这样好的 他没有去管的 但是我一跟他讲 这个油你吃了 可以变瘦的 他立马先开始吃 因为他很在意他的外表嘛 那么呢 我的朋友就是这样子 但是呢 其实我会 为什么我会叫他吃油的原因 是因为他有皮肤的问题 他的皮肤湿疹很严重 就是尤其是他的手 他的手怎样湿疹的问题呢 就是他每天早上一醒来 他的床都是血到晚 为什么 试疹严重到他的皮肤干裂 然后加上呢 他压力又大 做消息工作嘛 压力很大 所以他压力一大呢 就会开始抓他的手 所以变成他的手 其实是很烂的 一个年轻的 二十多岁的女生 他的手像老阿嬷的手 这样揍揍 然后干干裂裂 这样子的 他就觉得 他造成很大的困扰 然后变成 他需要包着他的手 去吃饭啊 驾车啊 可能要用另外一只手去吃饭 所以他困扰了很久 然后过后 他看了很多医生都不能好 那医生会给他什么药 类固醇的腰肉 让他比较减轻他的痛苦 但是其实治标不治本 那么我就开始介绍他油 那么其实他不相信说 这个油可以修复他的皮肤 还有去帮助他的试疹 那么我一直去跟他讲 讲这么多没有用 但是我一跟他讲到 你吃啦 可以变瘦的 我就很开心 OKOK 我吃我吃 然后呢 他吃了过后呢 我比较关心是他的手的问题 但是他比较关心的是 他的身材的问题 那么他吃了两个星期过后呢 他就send我 send一个照片给我跟我讲 哇我的肚子的肚囊消去耶 我就想哇很好耶 因为其实他刚刚开始吃的时候 第一天他吃了3ml 然后马上卸肚子 所以但是他有怕掉 但是我刚才讲你可以继续吃 那么他继续吃了过后 其实真的他的肚子真的消了很多 再来呢 我就比较关心他的皮肤的问题 我就问他你皮肤怎样啊 他就讲哦 皮肤已经修复到不错了 因为才两个星期嘛 过后我讲 这样你继续吃 你涂跟刺 这样的话 哎 现在差不多已经吃了 大概3 4个月 他的手已经很漂亮了 所以呢 他一个人里面呢 就有很多的见证哦 再来呢 他就他就问我 哎 这个油可不可以拿来涂脸的 我要涂脸 他讲可以啊 你可以涂啊 植物油拿来保养 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东西哦 那么他就涂脸 他就跟我讲 哦我的脸变美耶 哇又可以变美 又可以变瘦 水必要 这样打我 是不是 然后呢 其实呢 这些油会有这样的一个功效 是因为 其实硬胶果油呢 它是有排坏油的功效 尤其是我们腹部的那个脂肪啊 因为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 尤其是女人哦 因为一旦到了一个年纪 荷尔蒙会有一些变化 那么这个荷尔蒙的变化呢 就会让我们脂肪比较容易在我们的腹部形成 所以变成说 哎 女生的会比较有肚男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就是变成一个离子的形状了 就是一个女人的身材 变成离子这样子 所以呢 硬胶果油已经被证实说 其实它会降低我们腹部脂肪的 形成 然后呢 它会 它会让我们的体内的肢质的平衡 保持那个平衡的状态 那么呢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看看哦 这里是新人的 要来做这个实验吗 有吗 有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上来 那么呢 先来看这款油 这款油是什么油 我们讲 我们不如叫它精致油啊 就是大致上我们家里会用到的油 都是这样的油嘛 对不对 supermarket都会看到的 对吗 来我们来看看 如果我们尝试这款油的话 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变化 这样子 新人要请新人上来 上来 做一下实验 不用紧了 这个是我们平常吃的油腻搅拌 我们看看有什么变化 如果我们常常吃这样的东西 物理性的变化吗 就是你看会变成 哇 一块块的东西 你想想看这个 带在我们的血管里面 我们的肚子里面 肚子的油 是这样子的 再来呢 如果我们吃好油的话呢 再搅 搅拌 它其实会变这样子 所以不管它搅拌 其实它都没有 变成这样子的硬块 而且很香是不是 那么我们来看看 如果我们身体有这么多酱的油 我们来吃好油的话呢 对它已经融掉了 你看 是吗 它已经慢慢的融掉了 所以呢 吃好油排化油的原理 就是这样子 它可以是一个 刚刚麦有讲嘛 就是一个水解的过程 所以呢 吃好的油呢 它会帮助我们排掉化油 不管是血管上的化油啊 还是肚子上我们比较在意的那些脂肪啊 那时候肚腩啊 它都会帮助我们消掉 那么呢 这个就是一些建设 因为它是这个女生 它是因为荷尔蒙失调 所以造成它的 比较有一些肥胖的问题哦 所以呢 它吃了硬加果油呢 它就很容易已经瘦了大概六公斤 这样子 那么其实有一些人哦 在吃硬加果油的时候呢 就是会觉得 哎 为什么别人吃了可以瘦 我吃了不能瘦 这样子 是不是我吃不够多 然后再加多 这样 哎 还是不能瘦 或者是你面对一个问题 我吃了 我本来想要瘦10kg的 但是我不管我吃了半年 我还是我只能瘦3kg还有7kg 还不能瘦一直停住在那边 那其实是因为我们第一 可能是新陈代谢不够好 第二呢 就是可能就是你的 你的身体有很多顽固的一些 肥肥的一些水 这样子比较难消掉 这个时候呢 如果搭配那个AquaX AquaX的话 它就会帮助那个肥水排掉 那么呢 你就比较容易 就是比较能达到你要瘦身的那个目标 那么还有就是 它吃了过后会变肥 它会觉得它的体重增加了 这个是因为呢 你的新陈代谢不够好 所以呢 吃AquaX会提升你的那个代谢的能力 帮助你排掉那些不好的东西 这样子 所以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的话呢 是一个黄金的组合 这样子对于减肥 那些就是一些复刻的问题 因为其实 其实我很建议女生 一定要吃好的油 就是好的植物油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女性的 那个胸部啊 还有我们的卵巢啊 子宫啊 其实都是需要好的油去保护 所以呢 这个 一些女生可能会精通啊 还是有白带问题啊 这样子 其实是因为身体是缺乏油的 尤其是精通问题的 其实是因为她的身体是缺乏好的油 去让她生产好 那个女性的荷尔蒙 所以呢 这些有精通问题的女生呢 是吃好的油的话呢 她的精通的问题呢 就会减少 再来呢 就是她 因为她 有那个大颈包 大颈包也是因为荷尔蒙 失去嘛 所以她吃了过后会有比较 那个健康会比较 那个健康的指数是恢复了 这些都是一些减肥的见证啊 还有就是一些头发啊 可能很多人会 年轻的时候 可能有白发是因为基因啊 有一些人呢 是因为荷尔蒙失调 所以她会产生白发 所以吃一加果油呢 她会让她的气色好一点之外呢 还有就是可能会生出那个 黑色头发 其实我们那个Founder Melvin 她也是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她本来是秃头的 但是她吃了荫角果油呢 她的头发生出来啊 这个呢就是一个 你看她的身材 就是比较圆润这样子 然后吃了荫角果油呢 她就比较 比较外观上面有很大的改变 这个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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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你觉得她这样子是几岁 其实她当时上已经大概60 大概70 60 接近60多岁啊 但是呢她变成了这个已经变成好像40多岁这样子很漂亮 就是因为都是吃印加果油 再来呢就是一些皮肤的问题 刚刚我讲嘛 皮肤的问题其实植物油呢可以帮助我们修复皮肤 还有抗发炎 那么其实有一些皮肤炎啊 皮肤病的问题呢 我鼓励他们涂然后过后还有吃油 那么好像一些这些 这些好像糖尿病的问题啊 这些糖尿病的人他们的皮肤如果烂掉的话呢会比较难修复的 那这个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呢你会你可以先用Iceps就是先抗菌 然后再来涂油 然后再来涂油其实它很快可以去修复那个皮肤 再来呢还有就是很多人在意那个脸嘛 那你觉得如果这个脸在你的脸上的话 你一定觉得没有救了的 就是可能你要去医那个医那种美容诊所帮你去打东西啊 让它变膜啊这样子才漂亮嘛 那么其实呢它吃了油过后呢 它吃了跟茶你给我看到它的皮肤哇 分去嘛 然后它的洞洞都不见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讲了嘛 你这边当有比较那些老肺的一些油脂 比较硬的油脂的时候呢 你会脸会比较下垂的 然后你又加上你的自由肌老化的过程啊 所以呢你吃了油的过后呢 它的脸呢就会变得比较漂亮了 所以我很鼓励大家用油来做保养的 那么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可能你会觉得说不能顶油拿来涂脸 我又要出去 因为你们新加坡人市场会坐地铁搭地铁然后走路嘛 这样子然后很容易流汗 那你是不是觉得如果我用油的话呢 我的脸一定更油啊 你一定会觉得更baked 对吗 那其实呢刚刚开始我用植物油把揚的时候 我的确是这样子的 但是过后呢我忍 我大概一个月过后呢 我就没有出油的问题了 即使你看现在我的皮肤 都没有什么出油 是因为我已经过了那个过渡期 皮肤会出油的原因呢 是因为你的油不够 而不是水不够 所以那些出油的人呢 时常会用控油的产品 或者是补水这样子 那其实你是缺油 那你吃油跟涂油呢 它会让你的皮肤的油脂 油脂分泌还有油水平衡啊 这样子 所以呢你的皮肤就比较不容易 那么出油 加上呢你就不加不那么容易生痘痘 这样子 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雀斑的问题 那么雀斑的问题 除了说是止怀性的伤害 此外呢还有就是肝脏 肝不好的人 其实很容易有斑的问题 那么他吃了硬胶果油呢 可能他涂了过后呢 他又吃了他肝脏的 那个代谢能力很好呢 所以他的雀斑就不见了 再来呢就是眼睛的问题 眼睛呢有那个视网膜 视网膜是什么 就是我们看到的东西 都是需要是都因为是视网膜 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东西嘛 那么视网膜呢有一半的以上是DHA DHA从哪里来 Omega 3嘛 那么Omega 3呢除了是DHA的原料之外呢 它还可以抵抗光线对于黄斑部的伤害 所以呢一些肝炎症啊 还有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呢 吃Omega 3的话会有助于抗发炎这样子 那么呢要如何预防眼部的问题呢 其实是第一你要少喝酒 第二就是要少吃反式脂肪 为什么呢 反式脂肪除了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呢 它还有其实它会干扰我们Omega 3的吸收 所以呢你吃了很多的Omega 3 但是你不能控制你一直要吃很多的 煎炸的食物零食 很多的反式脂肪 所以呢是得不偿失的 所以呢你开始是要有健康的一个饮食模式 就是你的Omega 3才能吸收这样子 当然还有少看三西产品 再来呢就是多喝水 多吃Omega 3 还有一些深绿色的 深绿色或者是比较颜色比较深的一些蔬菜 因为这些都是会补我们的眼睛的 三西产品就是电话啊电脑啊这样的东西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早上坐飞机过来嘛 因为我坐飞机过来的时候呢 有一群的就是很多比较年长的一些老人家 因为我是看书的人 我就在那边看书 可是我对面的那些老奶奶们 真的是老奶奶 他们看的是电话 他们就是可能已经比跟我们年轻人一样 是对电话上瘾的 但是还是建议少看啊 就是让眼睛多休息 五到十分钟也是比较让眼睛休息一下 所以呢这个是因为他的眼睛 蒙了看不清楚了 他吃一家果油过后有很大的改善 那么呢最后呢就是 其实有一个病啊就是细胞病 细胞病的原因是什么 细胞病就好像说一个癌症啊 癌症啊糖尿病啊 都是跟细胞出了故障其实是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身体是有这么多个细胞所组成的 那么变成说细胞的健康 如果你的细胞够健康的话 代表你的人健康免疫力也比较好 那么呢 Omega 3呢它是可以维持细胞的健康 再来呢就是因为细胞膜 它的灵质是需要Omega 3来组成的 那么这个呢它是要影响细胞的 那个它会影响细胞的稳定性 还有那个它的信号的传达跟基因的表达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变成我来举一个例子 就是你的血糖 你的血糖 你的细胞 如果你的血管那边有很多血糖 它要 其实它应该要去的地方是哪里 其实是细胞需要拿这些血糖来用的 因为这些糖呢 就是它的一个原料 它的一个能量的来源 那么如果你这边 因为我讲了细胞膜是需要Omega 3的 Omega 3可以让它的 这个细胞膜的流动性很好 就是它的柔软性很好 比较有弹性这样子 那么如果你这个 你是比较常吃煎炸食物的 还有一些零食 不好的油 刚刚我们讲不好油 是不是变成说 你的这个变成有很多不好的油 不好的油的话 你变成你的细胞膜是很硬硬的 硬硬的话呢 就好像你的血呢 出不去 外面你要打电话 打不出 里面呢 打电话跟外面讲 我要糖了 你送进来一下 但是它扣不出去 它收不到 所以变成说你的血糖 一直在你的血管那边 流到你的全身 这样子 所以呢 细胞膜的健康是很重要的 Omega 3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对细胞膜健康的 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所以呢 血糖 不是只是单单你吃甜的食物 其实是你的细胞膜 到底健不健康 那么呢 另外呢你的免疫力啊 那些都是跟细胞膜的健康有很大的关系的 尤其是你的发炎啊 这些都是因为你的细胞膜 Signal 传不对 那么呢 这个就是一个 他的免疫力不好 然后他的过敏很严重 他吃了油呢 他会让他 你看他的皮肤 他的皮肤红肿 肿到他的眼睛比较 睁不开啊 过后他吃了过后呢 他就变得很漂亮了 就是其实不是主要是因为外观上的变化 是因为他不受那个 他的这个皮肤病的那个困扰 因为他早上每天起来的时候呢 他的皮肤是黏住那个他的床的 所以呢是很痛苦的 那么呢 还有就是红斑 红斑狼串这些都是因为免疫系统自己打自己 因为当你的细胞的Signal 传不出去外面的时候呢 他的是已经乱了 他里面已经是 已经是 不对了 他跟你讲不对的话 你收不对的讯息 所以变成可能时候有 你的身体会自己打自己 免疫细胞打自己 所以呢 为什么会有红斑狼创啊 癌症啊 这些都是因为 还有就是那些 牛皮血呢 都是因为你的那个身体的免疫细胞 自己打自己 再来就是 糖尿病的朋友呢 因为他的皮肤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在他治疗过后 我建议也是涂加上一个Iceps 这样的话呢 皮肤就会已经变成 比较正常的 再来就是一些 癌症的见证 这样子 好 这个就是一整天的重点 刚刚我一直讲说 你们认识家里的油吗 没有 就是supermarket买的咯 哪一个便宜哪一个买咯 是不是 那个刀飘油很便宜吗 八八桶的多少钱嘛 但是呢 其实那些都是不好的油 那么其实呢 就算我教你选对好的油啊 但是有一些其实不适合拿来炒菜的 你拿来炒菜 变成好油变成坏油了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变成说 你煎炸煮跟凉拌 到底要用什么油 那么 在你选 叫你选择好油之前 那我先教你们冒烟点 冒烟点我刚刚讲了 冒烟点是什么 就是你一开火 倒油的时候 它一冒烟 就是它的冒烟点 那么有一些油呢 它的温度不能太高的 就是大概107度 好像我们的鱼威油呢 只适合凉拌跟口服 它不适合拿来高温的 因为它超过它的冒烟点呢 它就已经变成致癌物质了 就已经不建议吃了 那么中温用油大概都是150度到177度 高温用油大概是大概到270度 那么外面的油就是那些精致油气化油呢 大概都是在这一颗啦 但是为什么外面的人一直重复重复的用油 那个吃麦蒂啊 吃麦蒂啊 KFC啊这样子的煎炸食物 还有就是去巴萨玛兰 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巴萨玛兰一整条街 可能10当里面有5当都是煎炸的 煎鸡 煎什么杏鲍菇啊 煎索冬啊 这些火全部都很香很好吃 这些呢都是不好的油 那么家里要用的是什么油呢 家里要用的油呢 如果你要煎炸的话呢 我建议用的是葡萄籽油 酪梨油或者是苦茶油 因为你看他们的温度是这么的高 是适合拿来煎炸的 那么你们看看你们用的葵花油 葵花油就是Sunflower Seed Oil 是不是外面有常看到 但是其实你看如果它是好油的话 它是Unrefined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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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d Press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它是不适合拿来炒菜的 而且是可以适合拿来凉拌跟水炒的 所以呢 还是要找对的油去炒菜 那么适合炒菜的油呢 大概就有芝麻油啊 叶子油啊 还有橄榄油 其实我不建议 虽然这里讲说是可以拿来小火炒了 但是因为橄榄油 你已经很难找到很好的grade了的 然后外面都是已经参其他的东西的 所以大家要有分辨好油的那个能力啦 那么好油你们要从怎样开始分辨 我觉得你们可以开始吃硬加果油 开始因为当你吃硬加果油 你知道那个油的味道在哪里的时候呢 渐渐你会知道说真正的油应该要什么味道的 那么我来讲说 讲说芝麻油 芝麻油的味道很香对不对 因为外面的芝麻油其实是炒过了的 炒它烘焙到很香了 然后它萃取率很高 然后你就觉得哇那个香油很香咯 那其实我是觉得那个不要吃啦 不好比较没有那么健康 真正的没有炒过的 然后味精致的就是没有经过那些加工的 那个芝麻油的味道你们有闻过吗 没有啊 那我有闻过我觉得那个味道很香 很像人生的味道 真的 所以就你们可以去用这样的方式去辨别好油跟坏油 这样子 过后呢来我们做一下总结 硬加果油 我们有硬加果油还有balance and rich这样子 那么硬加果油呢 它有丰富的omega3跟6 还有omega9所以它的比例是1亿的 所以是很一个黄金的比例这样子 那么balance and rich呢 它两个加起来就是369都很丰富 另外呢它是植物固存很好 还有就是它的抗氧化能力很好 那么如果你要减肥的 你就吃硬加果油 如果你要你的皮肤漂亮的 你就吃哪一个 其实我是觉得balance and rich 因为呢 它的抗氧化很好呢 那个皮肤 那个你就比较不容易有皱纹 加上那个 这个rice brown跟wheat germ呢 其实是可以美白跟蛋白的 这样子 所以呢 一个油可以拿来吃跟涂 可以拿来涂脸 就是你吃 你吃了过后呢 你就拿剩的 因为它是包装的嘛 你就剪开拿来涂脸 很好的 OK大家可以试试看哦 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姐姐的例子 因为我姐姐我鼓励她吃嘛 我鼓励她吃的时候呢 她比较不那么敢吃 那么呢 我就跟她讲 你吃了我的朋友吃了收去我 她立马吃 油再吃 因为其实年轻人要开始吃油 你跟她讲说可以变收 她就可以开始吃了 我跟她讲开始吃的时候呢 她真的收去我 她看到那个效果了 所以变成说她已经 渐渐的她的早午餐 都开始吃油 她怎样吃油呢 她也是放在她的饭里面一起吃 然后过后她是做工的时候去吃嘛 那么做工的话呢 她的同事都是年轻人 那么她看到她的朋友就看到她 她拿那个油油出来 放在她的饭上面 放在她的饭上面 已经觉得她很奇怪了 哇 你在做什么 这么你这样奇奇怪怪的 这就是什么东西来的 拿来过后吃 放两个后呢 她拿生的拿来涂脸 她们就讲她 哇 如是笑了吼 会吃过的 不然这样看是什么来的 那过后呢 她就有跟她讲哦 诶 这个是可以瘦的啊 又可以对身体很好的啊 然后涂了我的皮肤呢 其实是那些 在包装上面 不要浪费拿来涂脸啊 不是脸啊 就是这些颈项的部位 尤其是女生呢 涂这些颈项部位 比较不容易老化 还有就是我们的关节啊 这样子 就是可以让我们比较 不那么容易的显老啦 所以这是我一个小小的分享给大家 所以今天就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 我们来拍一个大合照哦 拍照才能交成 谢谢你们今天的出席哦 拍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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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nurses 好